哎哎哎哎 满了满了 哎 小心小心 快 哇擦 这次探索位于海拔1400米红花岩穿心洞时发生的惊险一幕 始动探索难度极大 洞口位于悬崖之下 当地老人传闻动道内部瓷器无数 白骨成堆 动道尽头可听闻鸡鸣狗肺之声 我们将通过北斗定位系统 开始今天的穿心洞探秘之旅 拍摄不易 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呢我们也是一群三人 准备去探索这个红花岩穿心洞 我们这时候走的是去年发生意外的这条壕沟 当时我和行军影呢 一个差点被石头砸到 一个呢差点滚过白米天坑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石壁上面呢 是长满了很多争取的药材 这个是石尾啊 所以呢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禁地 我们不脱关系的话呢 根本是走不到这个洞口来的哈 今天呢大家也算是一宝眼福 我们继续去探索这个红花岩穿心洞 里面没有探明的动道 最开始爬的时候是600多米 这时候呢海拔是1049米 我们那个洞口呢 差不多是1200米左右 去年呢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危险 行军影当时一下就蹦到了火码爆的那根树上 所以说这个溜潮啊是特别的危险 现在呢我们穿戴的是专业装备 跟去年呢是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呢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潮子往上爬 爬到那个眼角下 就可以进入那个白骨深深的洞口了 这时候真的是一览中山桥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海拔呢是1078米 左边在我后面 向阳呢已经走到那里去了 在我右手边呢就是这个 当地人玩风上胆的川心洞 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了 又一株特别神奇的药材 这个是黄芹呢 又叫十大功劳 哇 这树芹还挺漂亮的啊 看到没 十大功劳你们见过吗 你们没见过 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的前方呢就是我们去年看到有人骨的那个 那个霍霍 人骨头 对就在这里 快过来这里有人骨头 就在这个洞里面啊 我现在不去拍静景 因为拍了也会陷流 就是省不过 我们直接从这个旁边进入它的主洞道 这里面 小心了 直接进入这个后面的大洞啊 看起来非常的幽深啊 非常的吓人 这时候一起前进 这个洞口呢 它是淋不到雨的 在这里做的有城墙啊 有个小院子 差不多是一米五宽啊 五米多长 这里应该是曾经的一个租圈 在火门刚刚走上去的这里呢 有台阶 洞口呢 有一个台子 上次有那个 有想象力的网友啊 说这个是神台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啊 再看这个洞口 里面有蝙蝠在叫 叽叽叽的 前几天有很多人问我戴的这款手表是哪一款啊 这是完全由我国北斗卫星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户外手表 咱们专业做极限户外的必须要配备可靠的国货装备 通过北斗卫星科技呢 这个手表能全天厚全天时 全地形 高速准确实时定位 咱们在进行丛林穿越 探山洞啊 下天坑时 安全才有保障 那个最窄的那个石门那里呢 会形成一个挟管效应 洞里面的风呢 会往外面吹 地上有很多山落的石块 有鹅卵石 也有这个崩落的石灰岩 说明曾经这里有可能是海洋 因为地壳的变化 海把它提升 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高山悬崖洞 走过这个霞管口 这里面的空间就变得比较大了 一直要走这个右手边走 由于现在是冬季 外面的天气啊 比较凉爽 所以呢 这里面的石头啊 都会变得比较干燥 那一次来呢 这里面还是非常的潮湿 这个石头上面都有水 但是现在呢 干得起灰呀 走过了这个小霞管口 这里空间变得很大了 看到没 那个石壁上面 有水流下来 这里有台阶 从这个台阶呢 我们就有极大可能的 佐证了这个洞穴 曾经是人类居住过的一个洞穴 现在我们要查明 这个洞道里面的所有制洞 因为有存名介绍啊 在几十年前 在这个洞道里面 曾经是找到过 大量的瓷器 和成对的白骨 我们这个洞呢 是进来了第三次 今天呢 要继续探索 每一个洞呢 都要探得明明白白了 留下影像资料啊 供这个相关部门呢 进行科考 我们都是穿戴了 专业的装备 专业的护具 来看情况比较轻易模仿 而且我们带的电源呢 可以维持15天的洞穴生存 这边呢 是进来的走道 这里有这种 石头累气的小朵子 然后这个洞顶上面有 还没长成熟的这个中华米符的幼崽 我们继续深入啊 这里洞道变得非常大 几个人要走得比较 比较浓一点 现在我们从这里过来呢 这个岩壁岭上出现了中乳石崎石蔓 这是由山泉水啊 在石灰岩里面融石 形成了这种小裂缝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水道 由于水里面含有矿物质呢 所以经过长年累月的成绩啊 就形成了这种像旗帜一样的形状 故称为中乳石崎 现在向人走的脚下 都是这个泥土的台阶 近乎直线的这条洞道 到这里呢 也就要接近尾声了 现在我们再走这个枝质路 向下走啊 可以看到这下面呢 明显是古人类将这里掏空了 在火门那个前方 有一个向左转弯的洞道 我们现在探索这个洞穴 这个上面啊很高 差不多有十来米啊 冬腔的容积还是比较大的 火门你小心啊 这就是我去年从这里摔下去的那个地方 这里啊 我去年就从这里一下差点 就摔到天坑里面去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台阶 但是特别的湿滑 所以我们走起来 一定要绕过这个湿滑的地方 从那个前面迂回下去 这里是成堆的小土啊 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去年从这里 滑下去的地方 特别惊险 所以说探索这种溶洞呢 必须要做足安全的措施 不要贸然 涉嫌 安全的从这个上面迂回下来了 这时候呢就走到了这个分岔的地方 右边呢 去年我们是探索过 左边这边呢 左边这个洞道呢 还是未知的 这里有台阶 走到这里呢 它是一个左转过去的洞穴 我们从这样左转看一下 它又是右转了 从这里又右转 你们跟上我 免得迷路了 小心 这样过来之后 右转 右转之后 这边有一个洞道 这边呢 就没有了 所以说 这就是它主动道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路 深入 一路进来了 都有这种台阶 而且这个 石壁上面 明显有被铸头挖过了很久 都过来了 三名队友 我们可以报个数 一 二 二点五 你只能上半个 报数基本上是准确的 哇 这里好大呀 好大 东道在这里再次出现了分叉 右边呢 有一个小洞道 这洞顶 被水融湿了成了这个千窗百孔的样子 这里呢 有一个向左转弯的一个洞道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边过去有树井 我们去从那个树井降下去 走 降树井 跟着我的镜头 follow me 这里有点窄 小卡门 过了小卡门 这边变得比较平坦 这地上有很多青花瓷 有古青花 哇 有硫磺 有硫磺 这个底下 什么 那里 这边下一道门 哇 真的 有石门 开线 这里下去有个断崖 这个断崖 差不多有十多米高 我们打个点 开始下降 就在刚刚大家不经意间 我已经做好了安全系统 这时候我就举出我的这个专业的装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RT装备 下入这个断崖进行一个探索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这是专业操作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运动的话 可以在专业的培训机构去进行培训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在进行安全的探索 所有的装备我都检查过 都是万无一失的 我们在这里做了双道安全点 进行一个下降步 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保护给它打上 对不对 现在我就可以这样 非常的安全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马上下降开始探索 降下来之后 这里边有一个小洞道 这边有一个洞道 我们先去这边看一下 是个什么环境 这里有一个小裂缝 但是人好像下不去 太窄了 下不去 我们去那边的洞道看一下 我们发现了有瓷器 瓷器的碎片 这应该是一个灯窄 而且是白玉色的 里面有用毛笔勾勒的花纹 我们继续向下走 这样过来是一个非常窄的涌道 我们在这边出现了一个小斜坡 也是个小断眼 以前的人不知道是怎么下去的 可以看到这里有台阶一直下去 这样下去徒手下的话有点危险 我们还是不绳索 我走到了这个台阶的尽头 在这里做了一个安全点 然后我们从这里不绳下降 去往这个深坑 下面去一探究竟 好了继续出发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这是安全操作 看降下来了 哇塞 绳子刚刚到底啊 还没有到底 不过已经下来了 这下来之后有一些木棒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竖井的底部啊 这边有一个小洞穴 这个小洞穴 感觉不太深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下面的环境是怎样的呀 不知道这下面有个桃罐 看到没 现在火门正在下降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 我们呢 去右边这个主动道看一下 这里有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 这里 火圆形的像木种一样 对 火圆形的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F 有点像个F 你说这怪不怪 而且是层层叠叠叠 堆积了很多层 这里一个椭圆形的 下面有碗 它的形状是一个椭圆形 然后 看一下这边 层层分明的 好像是 夯土一样 然后这里有一些碗的碎片 这个没什么值得研究的 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太可怕了 还有台阶 还有台阶 你看 这里还有台阶 哦 一直往这个树井的深处延伸的 嗯 来这里 前窗白孔的 哇 那里有壁画 那里有壁画 哎 夏阳 那里有壁画 看看 那里面 哇 彩色的 彩色的壁画 这个漂亮 来 我们看一下 从这里下去 这里发现了啥味 夏阳 来 看这里 小配 这边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桃罐 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料罐走 不是 这还有字 还有字吗 七分 看到没有 写的七分 还有字 没有底款 但是上面有明码标价 七分钱 你要不要 给你一毛 不要 转三分你都不干 七分钱的罐子 不值钱 我们先探索下面这个桃罐 我们先探索下面这个桃罐 我刚刚看了一下越来越窄了 这个下面有个大桃罐 这里人是可以下去的 我们现在下去瞧一下 这是一个很窄 这么宽的一个镰红 那下面呢 你后面 蹲下去看一下 后面是图啊 下面是盲洞 是盲洞 堵着的 堵着的哈 没有瓷器吗 没看到 瓷器和白骨都没看到 那我们就去这边 我们现在从这里过来了 这里真的非常的狭窄 不停的 我们要推石头下去 比如说看一下 哦 下面很宽 很宽啊 冬到还很幽深 哇 这一直都是这种像迷风一样的动道 还很深 而且这个 我们的 汽车移也没有报警 这下面的空气还挺好的 哇 哇 天呐 这里又是一番景象 快过来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哇 哇 哇塞 哇 这什么情况 修计斑斑的刀 看到没 哇塞 哇 哇 天呐 这是一个通天树井啊 哇塞 再看这个树井的侧面 全部是有这个飞溅水沉积的这种石葡萄 哇 好漂亮 天呐 哇塞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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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在什么 什么东西 在里面确实是发现了 有人骨 但是不是人骨遍地 就是一具人骨 我们这时候 随着这个裂缝 返回去探索其他的东道 辗转数百公里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包罗万象深不可测的牛角洞 相传洞内有银庄素果的山川河流 有可融下高楼大厦的巨型洞厅 有只可不服前进的扁霞洞道 有心河璀璨的奇美景致 接下来右边加号点一点 跟着我的镜头 带你享受这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 必尽追踪探索极限 大家好我是户外小北 今天呢我们探索一个非常神秘的洞穴 这个牛角洞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峡谷 最里面相传里面躲过土匪 不知道里面是否会有保障啊 话不多说干他 为什么叫牛角洞呢 老人跟我讲 他说以前呢有放牛的人 把那个牛啊放到这个峡谷当中 最后就在那个洞口找到了一只 被什么动物咬掉过的一只牛角 就说那只牛都被吃了 所以呢 他们怀疑这个洞里面有猛兽 然后呢就叫这个洞为牛角洞 这个上去还挺远的 可能要爬半个钟头 幸亏我们的开路先锋啊 他是伸手脚劲 继续出发 因为这里海拔较低 所以呢这个山林当中啊 它那个植被比较茂盛 这也为我们的这个前进之力啊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啊 好在我们几个呢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然后户外经验比较足 所以呢 依然是能够从容应对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哇 这里就是啊 哇塞 感觉很凉快啊 好凉快啊 感觉没穿羽绒服啊 最大的失误 这也太大了吧 这门口的那个棕榈树 是瑟瑟发豆啊 我想它也动的是受不了 哎呀 这上面有掉下来的树枝 扎到这个地上 这也是新鲜的啊 很危险 我们赶紧进洞 这时候哈树的气 已经成了白色的木状了 就说明这里的温差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洞口呢 有一个接近200平的这样一个巨型的平地 那么这个平地呢 可能就是当时老人说的那个放牛的牧场 这时候我们就成功的是抵达了这个洞口内部 整个洞枪非常的宽阔 这里上下可能有接近三四十米 然后左右大概是个二三十米 洞枪非常的大 然后是寒气逼人啊 我们看一下洞内究竟有什么样的猛兽 有蛇啊 天呐 刚进洞口就碰到了一条大蛇 这是什么蛇 又是一条大菜花 大菜花蛇 蛇蛇蛇 已经进到洞口 大概二三十米的距离了 有很多这个外面的废材啊 被这个水带到了洞到深处 不知道前面又是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咱们继续前进 哇塞 这前面是屏洞道啊 快来快来 哇 哇 看这里有好大 哇 这可能有接近百米的高度了 洞道是从左边 这里往里面延伸的 呜呜 天呐 哇 这个空间 也太大了吧 你们能想象吗 这么大的空间 这个上面 原先是淹过水的 这有这个淹水的痕迹 有沉积土 哇塞 这边还有人为的痕迹 说这里面躲过土匪啊 这有可能就是土匪搞了一个灶台在这里 这不是销坑咯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灶台 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 你看这个淹过水 这边有水的沉积土 看这个洞穴瀑布 我的天呐 这接近二三十米高的洞穴瀑布 然后这一个洞道是往下去的 往下去是这种河道 不好走 这边还有一个洞道是往那边去的 然后这边一个洞道了 它是干洞道 我们先走干洞道吧 干洞道走起来还要舒服一点 它因为是泥土 然后你走的话 它有一个缓冲的感觉 哦 哦 这里是死洞道 那看来还是要从这边 从这边 这个洞道太宽了 这边好像是有一个便道 在这个洞壁旁边 这边有个便道 哇塞 快来快来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狗洞子 我必须钻进去看一下 哇塞 快来快来 电动都变色 哇 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矿天 哇塞 别有洞天 你看这里 好像有个二层 对有二层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泳道 往里面去的 看我这一米八截的大哥 现在就要进入这个非常狭窄的泳道 只为探寻里面的风景 可以看 幸亏我用那个祖传的那个什么 鎖骨 看到没有 这就是鎖骨的妹面 哇塞 对好夸漫 在里面 好这里更窄 里面还有多深 没多深 小心背 这是狗爬射 又是一个狗洞 那继续装狗洞 拿来出森林呢 好 这边是左右两个动道 里面转不过来 我要这样 人自倒车 你可以往前走一走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什么样的光景 这里面非常的下载 只有10公分了 那这什么时候骨弓都没有 好 我继续你退一下 这是我们探过最憋气的洞的吧 对 小心背 好 继续探索主东道 主东道就是这个 沿着这个暗河一直往下 好 咱们继续出发 或者是有洞穴深坑 要么就是里面会有很深很深的洞道 我天哪 看这个水啊 看这个水啊 看这个水都吹 吹得再动 天哪 好大的风啊 天哪 这里风太大了 看 看 看这个风啊 五湖的吹啊 我天哪 对 对 一大风 咱们继续前进 咱们继续前进 它因为那里洞的直径变得很小 它的压缩比就更大 所以呢 就感觉风量特别的大 这里面已经能看到这些 暗河深潭了 咱们继续前进 有洞到吗 对 又是个狗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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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 小狗洞 有漂亮的风景啊 哎 都是这种 好吧 看一下 哇 里面是这种气泡型的 钦石岩层 好 出来 我们走主动的 什么 怎么了 哇 这边有很大一个空间 天哪 这里分成了 好像几个洞道吧 哇 田雷 哇 看这个石头上面 有荧光 这个石头上面会发光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哇 天哪 这好大的空间 这个 没想到的没想到 看这里有一个 交通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别猜错啊 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瀑布 所以才会形成那么大的风啊 看这 我要不说这是在洞里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在树溪 这个泥巴上面做一个记号 这是我们返回的路啊 注意箭头不要打反的 这个箭头就是指着出去的方向 我们现在往这边去 好 继续出发 这里有传说中的洞穴阁楼 看到没有 哇 很漂亮的风景 有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荣幸 感觉能把这么美的风景分享给大家 真的特别开心啊 太好看了 这个水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清澈 来给你来一点 哇塞 这个是发石吗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看这个洞壁上面 就像罗马的古城池 咱们看这个地上 它是放着有白色 就像下雪过后的田野 这就是消崖城 这边又要登山了 洞中有河有山 洞墙特别的宽阔 这洞里面的山山水水 全部都是银庄树果 特别的好看 这里要登山了 在这个山的下面呢 是有一部泉沿 洞穴暗壁 从这里 喷涌而出 那边洞顶又是星河密布 然后这里已经没有暗壁的影子了 咱们继续上山 去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站在这里仿佛自身于浩瀚的银河系 斑斓的星光装饰了洞领 这种风景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里有很大一个裂缝啊 刚刚进来比较狭窄啊 进来了之后呢 又是很宽的一个洞道 然后这在很久之前呢 这里是被水淹过的 但是可能近百年的时间 这里是干洞道 可以看到这个削 削土层啊 已经全部泛出来了 很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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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这里洞道右边的非常的窄 咱们继续看 里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什么情况 里面 是洞道里面 是洞道吗 好 那我们原路返回 去那个右边那个洞道再看 刚才我查看了一下 这个洞道到这里就结束了 里面地下岸河呢 是从这个山体往里面去的 但是人是通不过去 由于时长的原因 这集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个牛角洞 左边的吕山 有星河密布的这个洞道 好了 那我们下集视频呢 就探索 牛角洞 右边的那个巨大裂缝 和深不见地的深坑 我们带了专业的装备 下期视频 我们去那个深坑里面 一探究竟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户外了 别忘了点点关注 密境追踪探索极限 请锁定户外小北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